第一次, 她就帶我去吃一間餐廳 一間酒店的餐廳, 去屋根 她說這裡的餐廳是超好吃的 她咬一口, 她跟我說 我們吃完這餐就會分手 喂呀, 明明說結婚 為什麼會變成分手? 大家好, 她是林希玲 她是陳安娜, 多謝 兩個弟宿不同電視台 有時候不一定要競爭 或者像Brian陳安娜和林希玲 深入對方陣營一塌直著 都有好結果 當然你也要有個完美歌學 對方才會搭檔 其實我一直都知道有這個男生 因為我家人喜歡看體育節目 那時候她在Viu就做了一個體育節目 是跟很多香港隊的運動員一起做的 是一個競技節目 我當時整家都很喜歡看 我以為她是運動員 她覺得她挺英俊 然後開始留意到她 她更加不用說了 我小學, 幼稚園已經看拼逼 欺凌姐姐, 瘋狂姐姐 也有看, 覺得這個女生很有趣 很有趣, 很精靈 然後很瘋狂, 很玩得 那些小朋友很喜歡 那些大人又更加喜歡, 有美女 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都有很多 她在電視台的朋友 但我也不認識她 直到我們有一次是一個活動 我是做私儀的 我記得是公一金的活動 我做私儀 然後她是代表電視台去做訪問 但怎樣認識呢, 也很搞笑 是我們結束了一個活動的時候 同一部升降機搭進去 因為那一部升降機都比較長 好像四十多樓還是什麼 差不多吧 你知道坐升降機, 你看我看 大家都會說 你好, 你好, 我是Brian 對, 我有見過你, 我有看過你的節目 就是那些韓圈的認識 對, 然後我們就加了大家的社群網站 然後加了之後, 就開始有時候吹吹水 我們第一次的約會是看洞篤少 所以說回剛才, 就是我經常說 其實要追求女生 打不成升降機時間就夠了 很威, 她真的很聰明 不過真正吸引對方的 原來兩個都是偽文青 那時候我們都挺文青的 就是我們, 最初聊天 不是那些很直接的 你有沒有空, 有沒有拍拖 吃飯, 或者去我家 我們不是那些, 我們是… 類似有些故事, 留下言 對, 我們是… 我記得我們一來是說看什麼書 文學, 有一點被騙的感覺 就是我跟他說村上春樹 我喜歡看村上春樹 我喜歡看, 他又說 我也是, 然後去交流 因為那期又在看 然後大家交流一下 但認識了這麼久, 我也沒見過他看 我也沒見過他看書 你退休了, 我才看 是的 他家裡有很多書 但我好像沒見過他看書 他看韓劇, 韓劇也有看文學 我這朋友很喜歡看韓劇 是… 然後我有逼他做那些… 那個歐巴一拉就已經可以坐到大腿 什麼事?我經常都叫他… 他長開黃表來看韓劇 我有逼他做一兩個動作 但不自然, 而且在大腿上降落 很好笑的 無緣無故在家裡 好像妄想症上身一樣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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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你快點霸道總裁… 我不想到我霸 對, 他要預期我用霸道總裁的方式 轉兩個圈, 然後他…沒事吧? 這樣 是, 失敗, 每次都失敗 這是韓劇 最上一次太激烈, 所以我拉傷鏡子 現在鏡子還是痛痛 他腰太誇張 不然人家做得… 但我們沒試過成功 幸好他也英俊 否則真的搞不定 如果他真的很不英俊 看完金秀元, 轉過去 真的做不到人 有時租人又不用太清醒 又真的開心一點 陳安立和林興玲最開心 是找到和自己一樣瘋狂的人 他們還會開心才是前度的東西 真是夠瘋了 我覺得我們的關係很好 就是我們除了一般情侶之外 我們有點像朋友一樣 比如說, 有些情侶很忌諱去說前度的東西 我們是很坦誠可以分享 甚至會用來開玩笑說 有一次他帶我去吃一間餐廳 一間酒店的餐廳 去Basement那裡 他說這裡的漢堡是超好吃的 全世界最好吃的漢堡堡 對, 還可以 很餓地帶我去吃 我咬得還可以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說 這間餐廳 就是我上次和男朋友 分手時帶他去吃的地方 什麼? 咬一盆, 他跟我說 我們是不是吃完這餐就會分手? 你帶你的現任去吃 你從前到經常吃的已經很誇張 還要是分手 還要是他生日那天 還要是我生日那天 你喜歡吃漢堡堡, 沒所謂 我那一刻不是驚訝 我覺得很傷心 我替他的前度很傷心 想想你和你的前度分手時 他不知情 好像死刑犯給他吃最好的東西 最後的鑑堡 還要他跟我說 他的前度吃得很開心 哇, 很好吃 這個時候 你可能會說林熙寧過分 但高處未算高 聽完才給分 話說他那時候搬家 他有一間房間 因為他一個人住 他自己一個人住 不完三間房間 所以他有一間房間 就是做雜物房 那時候我們因為 因為他有一次搬家都比較急 我們要收拾東西 他就不想清洗那間房間 你收拾一下 為何開始收拾到女人走 我開始收拾到女人的衣服 但不是我的 然後他就慢慢叫我 幫他收拾那間房間 後來我發覺 原來有一部分的位置 是屬於他的前度 但他的前度又沒有回來收拾東西 我想他們又沒有很多聯絡 他就不想去收拾那些東西 他就叫我去幫他清洗 那邊有人叫他現任 他就自己前度的衣服 是不是很過分 這件事 打和 你整個都吃分手漢堡 是嗎 編劇們都撞不到這些橋段了吧 真的一百歲不死 也有新聞 但他們就靠這些另類的性格 吸引對方 陳昂立、林興玲 不僅性格接近 還要是運動建築 他最初令到很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很出現 很喜歡運動 後來我知道原來他 他游過港隊 這麼厲害, 我就更加… 但不值一提太久之前 但後來發覺我跟他每次旅行 他都不會戴泳衣 他去沙灘、泳池 更漂亮的酒店的泳池 他都不會下水 因為他說人生已經游過太多水 他是有恐懼的感覺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全身都是那股綠氣的味道 有十年都是很大的綠氣味 有時自己坐下來做功課 我一看電視 都會有一股綠氣味飄出來 所以自此之後 其實我現在也不太想下水 除了有時候我的侄女要游水 陪下水拉一下他的時候 我才會下水 還有說起運動也行 我們也喜歡運動的人 但有時候在運動 我們也有點小吵架 譬如我當時有玩過三項鐵人比賽 游水也是其中一項 我比較弱的 我當然是港隊教我 但他教不了我 他非常沒耐性 那你…為何能做到 為何你做不到 那你浮吧, 為何你不浮 我說, 頭要低一點 為何不浮 他這麼沉 有時候我會暴躁的 有時候 反過來, 我帶他去跑步、跑山 參加比賽 他游水的人其實很討厭跑步 但他也嘗試陪伴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 跑一個10K比賽 我陪他跑 全程我都跟著他的部分 他想放棄, 他跑了七、八K 我不跑了, 我想投降 我不跑 我便不停打氣 唱紅日 他支持他, 撐住 我又不用多衣服 他回頭就罵我, 覺得我很煩 他真的很漂亮 無緣無故有一個人在你旁邊 不停唱紅日 不停叫我加油 當你很累, 很想放棄 其實你不是想別人跟你說加油 其實我覺得你不出聲 你是想聽嗎? 其實我想你不出聲 很煩, 明白嗎? 當你已經很累了 一直唱紅日 這個人是甚麼年代 最後他堅持得到 他有好處 他要做那件事, 他一定會完成 就算他中間覺得很辛苦 對, 我也是一個堅持到底的人 不, 我還說強 對呀, 對呀 他把強引事給你 真的 但你要記得那個情景 他就是死的樣子 爸爸是補釣烈士陳旭祥 過身時陳安立只有八歲 因為是單親家庭成長 所以更需要一個完整的家 直至遇到林熙玲 我覺得他是可以終身本, 可以結婚 其實從認識他不久 一齊頭幾個月 我已經有這個感覺 因為他是一個來自很好的家庭 長大成長的人 很開頭的時候 他的家人已經很接納我 很接受我 然後都很疼我 當自己是兒子 跟他們吃飯 照顧我 我覺得他的家庭很好 令到我會想像到 如果將來跟他見立一個家庭 都可以一個這麼好的家庭 譬如說 他有句口頭善 跟他家人都是一樣的 他家人經常說 令到他都會經常說 就是 It's okay 沒所謂的, 沒問題 It's okay 他們經常都會說 無論你遇到甚麼不開心事 或者做錯了甚麼 或者做錯了甚麼決定 他們都會不要緊的 It's okay 那件事很正面 我覺得這件事會令到 我也想我將來的家庭 也有些淵源 原來他爸爸是做保險的 原來我姑媽都是做保險 都已經是認識的 是同一間公司 剛好 有一點淵源 而且我爸爸叫David 他爸爸也叫David 他們還很適合對方的家長政策 這個世界 拆鞋永遠沒得輸 但他在我家是很受歡迎的 因為我三個侄女 他們很喜歡他 他一見到他之後 我們就全部都是透明的 他們全部都會擒在他的身上 經常都只想跟他玩 這些是家人政策的 有時候不用對他好 但對他家人 又買蛋糕、玩具 就像我昨天媽媽生日一樣 她很早預訂了吃什麼 很開心 反過來她也會 我這麼多年都沒有買禮物給媽媽 或者我姐姐 但她會記得她們生日 她會準備禮物 提醒她們要約她吃飯 你要我幫你買 她經常都幫我買賣 但她媽媽和她姐姐非常好 因為我們三個都是短髮 爽朗型女生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很友善 因為她們不會有些伯母 又很高高在上 又不說得笑 但她媽媽也是很搞笑 而且她比我們更新潮 所有事情 想法等等都是很新潮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很好的 我覺得只是很好的朋友 是的 我們私下都會自己聯絡 陳安立、林希玲 一早認定對方是結婚對象 只是差一點兒遺失感 而踏入2022年的一刻 求婚這場戲 亦是一片失誤中完成了 有一點失敗 失敗 你覺得是成功的嗎 成功了 對 成功了 結果而論 沒錯, 還是到終點 有幾個蝦子, 我先自爆 因為首先, 我給她一個驚喜 是想在郵輪船上幫她求婚 我覺得是世界中心呼喚的感覺 她是不是很漂亮 唱紅日, 唱強, 什麼強人士 第一樣蝦子就是… 我去到…我們林… 她不知道, 以為是去玩而已 但去到碼頭, 我才發覺 我沒有帶身分證 差點上不了船 原來跌在車上, 跌在位置 後來搞了一輪就找回 最後一刻, 大家一起上了船 那一刻她很生氣, 她說 你竟然可以…沒有身分證 她說我們上船… 不是 上到船, 好論她說 如果那一刻我真的找不到 那怎麼辦, 她自己上去玩 我自己去休息一下 其實我可以的, 是不是 瘋狂吃東西和睡覺 那第二個HELLO 其實跟船那邊都有夾到安排 有一點點裝飾, 布置 弄兩枝香檳, 有朱古力 那我原本預計是1月1日 即倒數完了 正式回到1月1日的凌晨的時候 回房間時就訂閱, 之後就購婚了 誰知道, 倒數派對後回房間 是甚麼裝飾都沒有 怎麼沒有, 我明明說了時間 但無緣無故硬著頭皮 那一刻的氣氛就要求婚 在求婚後第二天起床還沒睡醒 有人敲門, 驚喜 她才準備說是否要裝飾 是否要裝飾 她本身約了晚上10時裝飾 她第二天10時到達了 可能是溝通師, 溝通師, 溝通師 溝通師, 溝通師, 溝通師 我們溝通師, 溝通師, 溝通師 我們溝通師, 溝通師 公海有時差 對 還有一個客戶的 就是… 她求婚沒有拍攝, 以為自己拍攝了 因為只有兩個人 這是尊重她的意見 她不喜歡很大陣仗, 很多人 她怕尷尬 她說是很私隱的地方 我是私隱的, 私隱的地方 我一直拿著手機 她問我, 她拿著電話 1月1號, 她說 怎樣?接下來的新一年 你有什麼願望? 我們經常說廢話 我說身體健康 還有呢… 世界和平 然後她就呆了 你記得嗎? 總之我剛才說 新一年的願望是做人妻 其實我講了很久, 也說不到 重點是說了10分鐘 她說那些很感動 那些很是, 突然間她說 也沒有穿紅燈 是嗎? 今年年尾, 他們就會成為陳生陳太 在搞婚禮這堂藝術 除了沒有牙甲 又再一次見證到什麼是默契 很多人說結婚 我看到身邊很多人都很緊張 很想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很好 換很多衣服 你都好像公主那麼漂亮 但我覺得現在我們很合的 就是我們結婚 我們當然是對大家的承諾 但我們最重要的部分 是我們很想來的朋友很開心 所以我們… 你說很多細節上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不太著重 甚至很多朋友都說我們很佛系 我們會覺得衣服不用換那麼多 最重要是可以跟朋友一起聊天 對呀 相聚一下 儀式上又不需要太誇張 是嗎? 因為最初我們雖然是今年扣婚 但其實之前也有討論過 你的婚禮想怎樣 其實都是老婆說事 你想怎樣就怎樣 乖 沒所謂 沒所謂 但我們有談過是想旅行的 就是想去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很輕鬆 可能不多的 總之親戚朋友 你喜歡一起玩的就過來玩 一個派對形式 那就不需要傳統港式婚禮的那些 那些很複雜的儀式 我們可以完全避免 純粹開心 但因為疫情飛不到 就做不到 尤其是這麼多年 我做很多婚禮的私藝 我觀察到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一對新人 太緊張給婚禮 很緊張那個叉擺得對不對 桌布的顏色 那些花漂亮不漂亮 很緊張每一個細節的時候 他們未必真的可以很 全程投入去享受 他們根本跟那些奔客去聊天 接受祝福的機會都沒有 那我覺得我們不如反迫歸真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目標 就是因為我們見到很多新人 其實在最後都是沒有吃到東西的 我們希望由第一碟菜 可以吃到最後那碟菜 不過我們就太佛系了 反而那些朋友比我們更緊張 我們說 真是到時如果真的 戒指都忘記了買或買不及的話 我們先交換車廁 幸福是未婚妻不是要求在婚禮 換四套盲妝 終極目標還要是吃完成為酒席 不裝模作樣 不說女 隨得過 becoming a cho女 到後 突然 回neath 在後